我們一方面要去遵守大法官 要求本院在兩年之內 提出符合四字748號解釋意旨之法律 就是這個是大法官給本院的誡命 那因此針對這三個不同的版本 司法院這一邊是不是 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 應該要適度的表達你們的看法 所以請司法院適度的表達他們的看法 看是今天用口頭 還是具體的用書面 來表達司法院的看法跟他們的立場 那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就光以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第二條 正在討論的第二條 我尊重賴委員他提案的權利 但是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對於賴委員的第二條 能夠通過四字78號的要求 我是高度懷疑的 甚至我可以把話再講得更直接一點 第二條這樣子的規定 是沒有辦法通過四字748號 要去保障婚姻自由的平等保障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但是我們在審議法案的過程當中 相關的主管機關 我想在這案裡面司法院更是 責無旁貸 必須要把這件事情 跟社會大眾以及本院講清楚 跟本院講清楚 當然你講的是你的立場 那最後表決的時候 各個委員他們怎麼樣 在所有資訊的情況下面 去行使他們的職權 那個是各個委員要承擔的責任 但是在這個之前 作為主管機關 特別是在大法官要求我們 按照四字748號解釋的情況之下 沒有表達立場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是有點怪的 每一條我都堅持我的版本 我就先講我的結論 每一條都堅持我的版本 除了黃國昌起來了 不是 我堅持我的版本 所以反正我們去表決嘛 來處理 我今天在這裡我不可能有共識 我不可能去贊成行政的版本 剛才講說 我每一條都保留 我剛才有講一句話 你突然黃國昌上升了 我每次來學上的時候 你們講什麼都不管 我每一條都保留 他就跑掉 是不是這樣 那你今天要跑掉 你說你知道要有argue 你常常都這樣嘛 每一條你們說什麼都不好 我每一條都保留 今天他做事也是從來這樣看你 他根本不理你嘛 不然就跑掉啊 跑掉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啊 就是今天 既然大家心都肚明啦 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問題要改管 要怎麼負責 要怎麼解決 這就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 沒有過說用行政命可以 那時候要怎麼講這種話 那以後都用行政命來處理什麼說一切啊 人民權利一無關 還可以用行政命來處理 不可能嘛 所以各黨本來就是要自己負責 但每一個人要算選票 每一個人要選擇政治立場 還有價值觀念 但是最後 我要再講一次 這是立法史上最麻煩的一個案子 所以今天接下來我們要談 有一個說你們怎麼說 我沒有保留 那方向師傅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們會抽一 他怎麼說我們保留 我們接也要繼續說 有要這樣嗎 當然都很清楚了啊 彼此很難說服自己啊 我是覺得回去各黨給你開位 到最後 版本要怎麼各黨要負責 而且立法院要負責 那你弄出一個 違反大法院的解釋 或是違反一個 弄出一個 沒有辦法落實 或是有矛盾的 當然立法院 誰要負責的啊 那沒有辦法在自己要求說 大家要怎麼樣 所以要不要 再講下去 我們不要面對問題 好來 一直講到 講到晚上也沒有關係 但是都沒有結論 那就是這麼一回事情 是不是啊 還是 我們就選擇皇上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黃國昌所談的 要請大法院先告訴我們 這個三個 這個通過 沒有通過會怎麼樣 剛才講得很清楚了吧 他講 分野自由平人 其他他不講 不及其他 當然是立法行程 你們要負責吧 從來立法院 哪裡有說我們要立個法 請大法院跟我們講 我們應該怎麼立法 這個是 這個不對吧 這個黨要負責的 每一個人都要對這個問題來負責 尤其 每一個黨都要負責 萬一沒有過會怎麼樣 過的話 過的話 調應有矛盾的時候 當然這個 後來有事先問題啊 那是立法院 自己要去看待了 我不 我不站成黃國昌所講的 我照大法院先來解釋一下 要怎麼立法 我們是 大法院要治國啊 我們立法委員變成大法院底下的 他指揮工具啊 還要看他的臉色 這不對吧 所以我是認為 人家面對問題 勇敢的來面對問題啊 其實在我們的政府哦 要打假新聞跟假訊息之同時 剛剛聽到民主進步黨黨團總召 柯建民的發言 我事實上非常的遺憾 我剛剛說明的事情呢 是 針對法律的提案 是不是有違 4-748號 請練習的司法院 看他們要用書面 跟口頭表示意見 我從頭到尾的發言 我什麼時候說 請大法官表示意見 請大法官講 要如何的立法 要坐在這邊討論事情可以啊 但是如果是用這種造假 扭曲的方式 來散播不實的訊息的話 我想就很令人遺憾 我前一輪發言的內容 這直播全部都有錄影 每一個字拿出來 調出來看 通通都可以啊 那最後一個哦 我必須要講哦 就是說 用這種無賴泊墨的方式 說誰誰誰是黃國昌上升 對於我個人來講 這種無端的人身攻擊 我無法接受啊 就算我再討厭一個人 我也不會無端泊墨去說 他是柯建民上升一樣 我想在一個文明國家的 民主審議程序裡面討論啊 這種發言基本上面啊 的格調 還是要維持啊 好柯建民發明 柯建民不必上升 柯建民只講的 哦 那今天不要讓黑龍學到啦 烏龍轉舟嘛 你去看說什麼我在紐七 照假 這個話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剛才直播 大家聽得很清楚 你要是否還用書面 是否還已經用信物稿解釋了 是否還在委員會裡面 很多委員都問他 他還講得很清楚 爸爸秘書長 今天來司法院要拍一個什麼代表不知道 那成績也很低嘛 那司法院曾經用信物稿解釋過 司法院曾經用在委員會解釋過 司法院也許代表 上次在這裡也同樣話都講過了 只剩下一個問題 就Freddy剛才講的問題 他剛才也點出來了 所以不能跟黑龍學到啦 你說他司法院是書面 我們在立法委員在審查法案 要他到司法院來書面 即便他敢怎麼書面呢 大法院司法也解釋得很清楚 78年很清楚 婚姻平等自由以外 當然你要去修 親主編 親主編的婚姻章也罷 你要行人一個新的立法會罷 當然是最後回遇到這個地方 婚姻平等自由 然後呢 不急於其他 這講得很清楚 所以那後面的部分就是立法行程的立法權嘛 你今天還要再回頭過來 繞過來繞過去烏龍轉舟 所以你有來自來哪一個書面說明 我是點出你這一點 你不是用那 用那黑白白的 黑白說話 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結果前面我都在看了 我說要講出一個問題 我們在常常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思維而論 我們都非常 即便我剛才講的 那傷身有所不妥 我可以說回來 好不好 我只有一件事要說啦 好來 今天我坐在這邊參與會議 我向來都尊重院長的才識跟指揮 對 我們希望大家 但是 我要請院長 你主持議事的時候 對 為什麼有人 你沒有才識他可以發言 他自己按了麥克風就可以講 別人就不行 我們也在糾正他 我們都有在糾正沒有按麥克風 沒有請求外人就按麥克風 到底是誰離題 到底是沒有遵守規則 那你說你有糾正他 怎麼我們大家都沒看見 那我換一下 你看你又開始了 他要討論花園嘛 對嘛 這個要徵求花園 所以我覺得 院長這個就是我現在在跟您說的事情嘛 大家坐在這邊黨團協商的時候 大家尊重您主持議事 我也舉手啊 我也等半天啊 請求你同意以後我再發言啊 但是有人坐在這邊就不是這樣子搞嘛 那你說 不要再去牽扯以前的事情 這我也同意啊 但是大家把錄影帶調回去看啊 到底是誰在黑龍 誰在散播假訊息 誰在牽托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去 看這個影道還不夠清楚嗎 所以我現在 我也不要再去講過去 回去的事情啦 院長你就說清楚我們接下來的議事 要怎麼進行 那是不是差題 你要削麥克風 還是有人不能講 有人可以講 大家都必須要尊重你的指示才可以發言 那有些特別的人不用 他有特權 他愛講就講 然後甚至自己在扮演主席的角色 這個基本上面的規則是不是可以讓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好 好來請各位 我希望大家 大家 爭取一下 遵守有一規則 我絕對同意 當然是講話中間 偶爾被插話 這個 每一個人都會發生 包括我在講話的時候 黃國昌每次講話的時候大家不可以講 他就 有人插話他就 批一批 批一批 欸我曾經在講話你把 你把插話我就算了啊 這廣街不衝啊 誰在扮演主席 當然我們都徹底中文主席 你要叫主席切麥克風 那種情形是非常嚴重 很少主席這樣搞法啦 讓大家很尊重啦 遊戲規則透明 你每次講話我都論了 我都在聽 但是你想一想 你有沒有曾經發生過 我在講話有插話 也有吧 大家不要再論這個 大家很尊重最重要 這個 我們這個能夠和平的進行 能夠有女性來討論很多法案 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嘛 所以說 你要講人家以前 你要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的沒關係 都有 但是你要說 徹底執行 我也絕對尊重嘛 你每次你的都徹底執行 我要講話你叫我插話我一頓 我要告訴你 你給我講完 其實我沒有常常這樣 我說你給我講完 那我也不會發脾氣啊 好啦 大家都不要發脾氣啦 發脾氣會 會老很快 來